嗨 大家好 我是欣西雅 大家好 我是Shane 欢迎大家收看欣西雅和萱的 心爱大感说 我是欣西雅 你说我是欣西雅 太久没录了 你都没录 你真忘记怎么做 没关系啦 反正Podcast 我们就死不死了 大家今天收看Podcast的听众 非常欢迎你们来到YouTube 看一下萱的新的tattoo 也就是刺青 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构图是怎样 为什么当初想要发想吃一个 这个东西在身上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下面有写 我妈妈 生前最常讲的话 叫做 live well love often love much 然后呢 他的构图是一个 就是一个California 你看California最美就是有 西洋啊有海 然后有椰子树 有冲浪板啊 对有冲浪板 冲浪板上面呢 夏天快来了 夏天快来了 然后因为 其实这个tattoo对他的 也是50岁生日啦 对 我发现我发现 我发现50岁生日要的东西还蛮多 譬如说一个tattoo 还有什么 一只猫啊 对啊 我要猫 对啊 然后还有生日当天 我要跟你去高雄上课 对 一堆礼物 要了一堆礼物 那这个不算是一个礼物 就是我送给你的一个礼物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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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就是陪着我去上课 因为每次我去高雄留宿 然后上课 我都说 Lonely 要不然我的生日当天你都不在 对这样子也不行 我本来是说 所以要跟着你去 我本来是说 我请假 我是你的birthday present 就是把你 在那边要打一个蝴蝶结 然后就是牵着你到我们的班上去 不过说实在话啦 因为如果我们的班上同学 有在收看新西亚的那个YouTube 或是我们的podcast 他们一定能够作证 我在课堂上都不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那一天生日当天 我觉得我也是要素颜的去 因为你知道现在要去高雄 我们都是过夜的嘛 为什么一定要素颜的去 因为我觉得学生就是这样啊 我真的觉得你要 就是想你以前 所以我那一天还要化农妆吗 这是一般的妆啊 你花个十分钟 有很难吗 不是啦 因为我就是去高雄过夜 然后因为 所以呢 最主要是你真的少带了化妆品 刷具 你可以少很多重量 如果我是女生 我真的不会像你一样 我知道 我一定每天都会化妆 所以其实呢 我觉得今天就是跟这个主题息息相关 你知道吗 真的吗 有有 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我在想 我就是要瘦了 对 他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做 你知道就是要瘦 我这样子 你这样收音会不好啦 你说什么 我 你看 现在就是 收音会不好 我怕你这样 我会 大家看过就好了 你看 你看 你都 是我声音叫大 请大家截图 然后你就可以讲过来 你让我讲话 你看 都很棒 好吧 都是很正常 OK 你只是讲话才大声 OK 好了解 你很吵 我很吵 因为呢 我们就是 好像有就是奔上同学 对嘛 我就告诉你 有本书的同学啊 就会跟我讲说 你老公的个性是怎么样 因为他有时候 可能看我们的节目啊 还是什么的东西 很幽默 很礼貌啊 很懂女生啊 很切心 很帅 继续讲啊 继续讲啊 讲完30分钟 我们就要收工 很会运动啊 很会 很会 很会打扫家里啊 老二湾区 也有老二湾区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因为那个时候呢 同学在问我的时候 我就会说 你有跟他们讲吗 我老二的问题 没有 还没讲 还没讲 你为什么一定要讲啊 那你他要问我 我没有打算要讲啊 可是你那个问题 好像也不是说 你什么时候跟同学讲 什么时候 where are you gonna tell your classmates 我没有打算要讲啊 but you say when 所以我跟他说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对话就是 挖坑给伴侣跳 是 对不对 因为你是说 when are you gonna tell your classmates 我没有说when啊 我说你有没有跟他们说过啊 我没有说你什么时候打算 要跟他们讲啊 有没有讲 对啊 因为我是说还没 你已经跟大家讲啊 就是我们的FB朋友啊 就是在YouTube啊 都有跟他 在YouTube我已经做了一集 我私人的东西啊 放屁啊 他跟我讲说prony disease 我要参加 我要跟他们讲说我怎么 弯到 弯到多 多弯曲 希望一年后 不要变成这样啊 那就很惨 他就是变成了 Hook 真的 虎客船长 会很粗哦 对 所以他就只能这样进去耶 可能还蛮爽的啊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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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正题拉回来 好啦 所以大家问我说那你老公个性是怎样的时候 嗯 所谓的个性是怎样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会说 欸我说我老公跟一般的那种很很直的男生不一样 直不是straight 不是straight versus gay 哦 不是 对 我就说其实我老公他的心思还蛮细密的 就是说他是一个 在家里面来讲我觉得我反而比较像男生 嗯 没错 对我说我说我我所谓的我的个性像男生就是属于那种大辣辣的个性 我真的比较一般来讲在两性当中女生应该是属于比较纤细啊 sensitive 比较对 对 然后就是那种嗯 就是 比较敏感啊 敏感啊 比较emotion 欸我也是emotional当然 哦你是非常emotional 我是非常emotional 所以如果对我们要这样讲 就是你常常在哭啊 你常常在发脾气啊 你常常在 我很稳定 很稳定 我非常会观察别人的他们的心里心里在想什么 对所以就是像两性当中很多时候通常都是女生臭脸或女生怎样 然后男生就一副就是那种 他也不会说 他也不会察觉到说女生已经在臭脸了 或是女生心情不好 然后可能要到女生发作了以后 男生才会想说 What's your problem 对 What's your problem 可是 我觉得在我们两性 我们的这个婚姻关心当中 通常都是 我不要到脸很臭 我只要稍微累了 然后他就问我说 欸你怎么 你都还好吗 要不要回家 逛net 然后逛逛 然后就说你是不是累了 回家 这样子 对 可是一般来讲 我觉得在一般的两性关系当中 男生通常比较不会察觉到说女生累了还是怎样 我觉得是这样 我 对 我觉得我 就是从你的非常小的细节 我就可以 采取 你心里在想什么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贡献你一些 对女生的knowledge ok 然后贡献给一些台湾男生觉得他们总是不懂女人的男人 因为同学就会问我说 欸故事因为外国人 所以比较懂女人 因为我觉得说实在话 确实欸 就是说 有的时候 你知道好比说 我们现在两个人很喜欢看一个真人实境秀 叫做90 day fiance 好喜欢看 嫁到美国去 好像就是 好像中文TLC的节目 翻译成 好像嫁到美国去还是什么的 他好像是这个翻译 是吧 是吧 我不知道 然后呢他就是一般来讲就是说就是美国人跟别的别国的人 然后谈恋爱 嗯 然后像呃有的时候就是譬如说女生不开心 然后在那边耍脾气 然后旋他就会开始正正有词分析说 其实他不开心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是因为那个男的他就是迟迟不跟他求婚 然后那女生已经就是 she feels frustrated 对 然后所以他 他在借题发挥 不是因为他们就是 什么酒喝太多啊 发酒疯 对啊他可能就是 可是有点喝酒 然后这个男生会说 嗯 你怎么 你怎么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没有啊 然后他一直开始说 我 我不信 难道我不能喝酒吗 你又不是我老板 你管什么管啊 他说你干嘛脾气那么 那么爆炸 你怎么样 对 而且那个男的好像还跟他讲说 你喝酒要控制啊 控制你自己啊 嗯 然后训他就会说 其实问题根本不是女生喝酒在不开心 是 这个男的都没有去满足他 想要被求婚的欲望 嗯 所以他只是在借酒 然后在发泄他的情绪 可是他的情绪 不是在因为喝酒 在生死 他为什么在喝酒 就是因为他只是觉得 他很委屈啊 因为这个男生都不想 跟他结婚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 哇 你真的好懂女人哦 我就是我承认 好 那你真的没懂女人 我觉得我还蛮懂女人 我就是我还蛮懂人 所以不管是女人 男人你也懂 对啊 你对于人性就是还蛮透彻的就对 我自己觉得 哎呦 你好像也是怎么觉得啊 我觉得你连猫啊狗啊都很懂 我觉得 我只是个敏感的人 对 对 他的sensitive 是他非常aware of what's going on 所以其实我不喜欢 因为其实 就是会变成 我有一点那个 agoraphobia 就是 如果有太多 what's agoraphobia 就是有太多人 人 人群 人群恐惧症 对 太多人 我觉得就是太多 stimulation 对 我就是会开始有一点 就是如果我是电脑 我就是开始太热了 我就是 你就会过热 我没有办法process 因为你都在data 你都在process很多人 这些人的emotion 就是情绪啊 什么东西 你可能就会爆炸 你错 可是我在人群当中 其实我是跟Shen比起来 我不会是aware of what's going on 的那种人 就是我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 对你比较像是 所以就是我常常就是在思考说 我的感觉 然后how do I feel Why do I feel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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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Shen他是 Why do you feel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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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比较不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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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有aware of that 我也没有aware of that 你will be in a second 哈哈哈哈 这我长得会臭哦 贱的你 很可惜走开了 不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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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 屁啦 屁啦对啊就是屁啊 你现在闹屏住呼吸耶我觉得 所以呢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味道真的 我真的还闻了一下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所以你就会觉得 好那你可 那跟你的成长背景有关吗 因为 因为如此 其实我的朋友 我觉得是 我的同学他竟然还 他还多问我说 他对于你的成小 从小的成长环境还满好奇的 嗯 就是我我长大 我爸爸妈妈都是吸毒的 哦对 从小的成长环境 爸妈都吸毒 对他们都吸毒 所以我真的 我就是要看他们的小小的喜剑 我才知道他们现在是很high 就是因为他们 科high了 茫了 他们就是是不是科药了 因为他们都是用那个 Heroin Heroin 对 其实不是 不是注射的 是吸的 不是 是 所以后来他们就是 有Methadone Methadone是 替代品是海洛因 要戒断海洛因的替代品 对 可是他们就是会 狂用那个 那对 那一样还是个赢啊 对 所以我就是要很小心 看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 才可以问他们问题 或者是 我要跟朋友去去 或者是 我要 我只是 你要零用钱 我要知道什么时候 我要小心 因为他们现在脾气不好 会打你吗 会啊 妈妈会打我 或口暴 对不起不是口暴 口 言语暴力 对不起 口 口头暴力 对不起 口头暴力 我突然简称为口暴 verbal violence 我就简称为口暴 哇 我好疯哦 对不起 我讲的 是口头暴力 就是口暴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痛 我自今还是有点 爱刺又爱叽叽脚 就是三天前啊 他本来还问我说 你看疼痛指数多少 100 0.5 然后后来 我要抱他说 很疼很疼 只是感觉现在 我觉得刺的时候不会太 不会痛 是痛 可是你就是 你知道会痛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接受 可是现在这感觉就是 我被筛伤了 这是太阳 这是一个sunburn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碰他 就是像你碰你就是 被烫上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炫妮刚才叙述就是 成语当中是 茶颜观色 对就是要知道 所以你刚才有对着聊到说 当时你就是因为 爸爸妈妈科药吸毒 所以你必须要去 特别去观察 茶颜观色他们一举一动 然后才会挑适当的时机 否则的话你可能 他们可能对你态度就会不好 很冷淡 类是这样 所以说你觉得你对于 你懂人 懂女人懂男人 其实跟你的这个成长 你就是从小父母就给你训练 因为爸爸妈妈不会很疼我 他们也不会很管我 我就是要管他们 管他们什么 就是管他们 他们在干嘛 他们是不是在吸毒啊 他们是不是 因为我那么年轻 我其实我不懂他们在干嘛 你那时候几岁讲一下 我就是从很小啊 从15岁 35岁 对 爸妈妈也年轻 那时候妈妈18岁 因为我爸爸不是我的 生父 对 就是他是我的 继父 对 继父 对 所以他们认识我 他们结婚我就大概15岁 对 因为他们会这样 他们就是 我 他们就不会 就是 真的是不会管我 我可以 管我自己的 爱怎样就怎样 如果 我日常不开心 心情不好 对 他不会关心你的 对 他们 我不是一个 spoiled child 我不是被 穷坏的那种 小 因为我是 我是 only child 你是家里面的 毒子 对 所以很多 毒子 他们都会被 穷坏 对 那你会觉得被忽略吗 do you ever feel neglected 对 对啊 对啊 会 所以 我就是 我要 我就是要 得到他们的注意力 希望他们注意到我 或怎么样 我就是 需要很多 我就是要想 我就是需要这个skill 因为 他们很不稳定 哦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所提到skill 其实好像也是一种 自我保护的机制 嗯 没错 因为 大家 我觉得我可以同理 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没有这个skill 然后你不懂的查验观色 然后可能当你在 我可以想像是说 譬如说你今天在 学校的棒球的比赛 你的表现很杰出 很兴奋的跑回家 要跟爸爸妈妈讲说 爸爸妈妈就是我今天 我的表现比赛成绩很好 可是你爸爸妈妈正好是开 可爱的忙的 那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他们正面的回馈 对 然后那时候你就会被泼冷水 就是你没有 他就没有办法去满足你想要的那种 那种被赞美 他们常常不在 我就是不在 不是真的不在 他们就是不在这个世界里面 不在你的世界里 他们也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对 所以我 就是要 猜出他们 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我就是觉得 我很有经验 所以 跟女生 我也是还蛮敏感的 我就是看得出来 他们现在 感觉 有点 不开心 不开心 闷闷的 闷闷的 他们活在自己 世界里面 那 我也觉得 那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嫉妒吗 不是啦 他们笑了啦 可是我就是 我也不知道 可是你知道 我在台 应该是这样子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一般的男生 我觉得当他们 第一个要么就是没有察觉到 女生的 心情是闷的 或者是有心事 或者是不讲话 要么就是没察觉 要么就是他们察觉了 他们不理睬 就是有些男生喜欢装没事 就是属于那种 他闷闷的 OK 关我屁事 就是 他们就会很喜欢装没事 就是 还是很正常的跟他对话 还是这样 可能他不会问他说 你怎么了 那我觉得有些台湾女村 他也会因为这样 他会被训练是说 他闷闷的时候 如果男生 意会到说 他可能心情不好 然后问他说 你怎么了 然后女生也会说 没有啊没事 那我觉得 女生的这样子回答 其实 也会让男生 不知所措 因为我曾经跟炫在 相处的时候 我也是属于那种 没事啊 可是就是有事嘛 对啊 我知道一定有事啊 所以 或者是有事 可是 我只知道我心情不好 可是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心情不好 所以我就会讲出 就是之前的相处 我就会说 没事啊 那现在已经被炫训练到是说 我会说 我不知道 我觉得很 我就很烦啊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至少 会跟他表达说 我觉得很烦 然后我可能就会想 可能是因为天气阴阴的吧 还是因为怎么样 那如果说是炫他让我不爽 我当然就会直接说 让我不爽啊 之类的 对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还蛮喜欢这样子 我 我比较希望 你发脾气 我 我比较不希望 你闷闷的 因为闷闷的 就一直闷闷的 这件事情 就得不到解决啊 感觉就很尴尬啊 然后我也觉得 i'm walking on eggshell 怎么讲 就是 踩在鲁鱼薄冰 成语叫鲁鱼薄冰 踩在碎蛋壳上面 对 那我问你哦 现在第一个问题来了 因为那时候同学 他就有请教我 就是说 嗯 如果呢 就是女生跟他抱怨说 哦 你知道今天我在工作上面 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老板 怎么怎么样对我 嗯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 他都会 很努力的 想要帮那个 帮他的这个另外半解决 你会怎么样处理啊 假装说我今天跟你讲说 因为我就是 可能 可能这个也是美国的文化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知道 女生就是 想被听的 他们想听 他们希望男生 会听他们讲话 不是要给他们一个 结果 或是给他们解决方案 对 他们就是希望 他们可以抱怨 然后希望男生 会说 哦 这样很过分 你老板怎么会这样 哦 他们是希望就是被肯定 哦 不是要你解决他们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美国男生 尤其是我的年纪 嗯 以下 我觉得可能上一辈子 上辈子吗 上辈子吗 还是怎样 老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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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辈子 长辈子 可能不是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 我大概我的年纪 嗯 我觉得 我觉得三十岁的 可能现在这些年轻人 他们也很懂 很懂这个 就是女生 需要 Lend them your ear 就这样子 把你的耳朵借给他们 对 不是要 给出什么好的决策 对 你不要这样子 那你就跟老板说 怎么样怎么样啊 对 或者是说 可是你这样子不对啊 他们不想听这种 对 其实我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说 以我一个女生来讲 一般来说 我就跟我同学讲说 我觉得女生是一个 以说话发泄情绪的生物 嗯 其实他们在告诉你说 哎我跟你讲哦 其实她 就是透过跟你讲的那个过程 去 达到她 情绪抒发的目的 然后 问题 至于问题如何解决 老实讲 你的那个 跟你complain的女伴 她已经知道她要怎么做了 要嘛她就是不做什么 她只是想抱怨 对 要嘛就是她大概知道她要怎么做 所以 你跟她提出的方案 其实如果不是她想的 她也不会听 她要的不是你跟她讲 然后她来听 对 她要的是你听她说 然后她来讲 对 对 所以 跟你们讲 为什么今天呢 我觉得 像我自己在当 就性咨询的时候 嗯 我其实也有很多的 就是客户来我面前 其实我告诉你 钱 我们当然不能说钱的好赚 可是 对 可是说实在话 这种心理这种 你就是 你就是要用听的 对 百分之五十 就是先让他们去叙述 因为他们需要 get it off their chest 对 没错 他们就是需要讲出来 他们就是需要一个人 听他们讲话 不要 judge他们 嗯 就是一个 非常不judgmental的一个 对 他们不是需要被检视或被审判 对 他们只是需要有一个人讲 那可能是因为 对 也许因为我在他们眼中 我自己本身 也算是专业人士嘛 对不对 那因为是有专业度的人 所以当他们 在跟专业度的人 就是说去清土他们内心的 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会 就会有足够 就会有足够信任感 所以那这个时候 我要帮他们去厘清是说 他们真正的烦恼是什么 对 然后再针对他们的问题 对 然后给他们建议 所以当然啊 其实我自己在做性咨询的时候 倒并不是说 我只是 我真的不会像一般那种 美国的那种 有些心理治疗是说 OK So how do you feel right now? How does that make you feel? 对啊 我觉得很烂 因为他们在跟我讲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在把他们的情绪 都已经在抒发出来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当然那是我自己的工作 就是跟你们是分享一下 好 那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会在我们的关系 我觉得你开始做知识以后 我觉得你也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你也是比较 稳定 就是比较好 我觉得 你比较好 我把你当成是我的病患啊 你就是比较有耐心 你真的会 你真的会听 我觉得你 You're a good listener 对 就是你知道吗 因为在我们家里面 我比较算是男子汉 她是我老婆 所以我就内心 就是我就觉得好像 我觉得我比较男孩子 那种就是 大辣 比较不aware 就是我所说的 就是我比较不会去 比较粗心 对 比较粗鲁 有的时候就是在情感上面 我没有那么多的泵感 或是那么的 那么的sensitive 这样子 对啊 你就不会 你没有那么的 要snuggle 对 我也不是那种 她喜欢 我是比较泥泥 肢体的触碰啊 然后 我是泥泥的那种 对 我比较像女生 我就是希望你抱着我 你靠近我 亲亲你啊 对 好 那再一个题目 如果说今天呢 就是女生跟你吵起来 她发脾气 我还没有四分钟 好 吵起来或发脾气 你觉得到底在怎么办 是看情况啊 好吧 她应该想了 那我就跟你们讲一下 我得到的结论好了 做球给你 你还接不住 因为呢 我发现 我跟圣在吵架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会 啪啪啪啪啪在吵 圣她最喜欢 问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宝贝啊 你是真的在生气这个点 还是说 你之前 可能对我不爽 然后累积已久 然后今天爆发出来 等于说不是 你的出口是这一件事情 可是也许你生气的 不是这一件事情 对 我在大部分的时候 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还会 因为她这样问我 我就还去想说 对啊 可能几天前 我就已经很不爽 那时候就已经 Kimoji 不爽 然后到今天才 这个事情出口 可是这件事情 只是一个爆发的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 当女生在对你发脾气的时候 你知道有些电视节目 会说 哎呀 女人要的就是你 就是把她抓过去 然后抱紧她 然后说 寶贝不要生气 你觉得这样OK吗 我不会这样子 可是我要问你 你希望我 因为有时候 我还在趴靠近你 我真的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 因为我有使过 我就是被倒闭 你会有一点 OK的 你 碰屁碰 对 你是有一点 比较 希望你有你自己的空间 然后你就可以 以我身为一个女人 我会等到你真的冷静了 然后我觉得 已经没事了 我就开始到你 我就说 那她也没事 对 然后开始开始哭 因为我发现在 对 因为我发现在 在这个时境当中 有些男生的处理政策 这是很油的政策 就是 女生不开心 还怎样 baby baby it's ok it's ok don't do this don't cry don't cry 我那时候 我在内心 我自己本身是大翻版的 很敷衍 我觉得你们这超敷衍的 请不要用一些肢体触碰 然后 我觉得我要的是 你知道我在不开心什么 我希望你 女生是希望你了解 她们的心里在想什么 不是说 don't be such a woman don't worry 你不要 不要那么女生 因为女生我知道 就会这样子 就就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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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看我就会说 她只会让女生就会觉得说 你只是在 真的连安抚都达不到 你就是在敷衍我 你只是会就是希望是说 好你不要生气 你生气 你会让我觉得很烦还是什么 对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呢 这一集呢 我觉得就是贡献给 对你有兴趣的人 或者是说对一些奉献给一些台湾男生就是 不懂到底女生要的是什么 然后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她们情绪 然后再跟女生在跟你抱怨 然后女生在跟你发脾气吵架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样去应付 也不要说应付啦 去怎么处理 应付又太过分了 对 handle她们会比较好 OK好不好 那如果大家呢 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Shun或Shun的话 都非常欢迎你们就是call in 就是可以留言 我就是要说 欸你的 tattoo很漂亮 尽量给她赞美 对如果是你觉得不好看 你干嘛 尽量不用讲不用讲啊 我们不要听啊 不要听 OK 以上咯 谢谢大家咯 我们下次见咯 Bye